在一那裡是天堂屋和沒有電費帳戶的人 譬如家庭那些電費帳戶是一個人名的 譬如一家四口另外三個怎樣處理呢 是不是這樣可以走到那 還是那個帳戶人就不行 其他家人就行 另外很簡單我用平州做例子 平州的居民如果要符合你的資格 是不是在平州有得拿呢 即那些食物 第三就是你除了那些硬房的床位天堂屋之外 那些鄉村那些地區的寮屋 寮屋是否可以包括在內呢 寮屋是等同天堂屋的 這三個都是技術執行的問題 我請處長作一個簡單的理言 主席譬如說寮屋那些我們現在為何要分五個大區呢 理論上任何人在那個區裏面 無論他住在天堂屋、板間房、寮屋 任何他有需要都可以向那個機構來申請 就拿這個食物援助的 那這個沒有問題的 那至於麥錶那方面呢 其實呢 就 局長正我都提過 這個呢 就不是純粹說是想派一些錢 是給那些五毛人士或者六毛人士 不是這樣 那個我明白的 但如果我不是第一類 我不是你六段開頭那些 我是用1、2、3、4那個 你分了兩個準則 我是用1、2、3、4那個標準 那我一家四口 那我除了那個標準之外呢 其他那些居住的人是符合1、2、3、4的條件的 我便不用證明我的食物需求 我用1、2、3、4就可以申請的了 嗯 主席 我想呢 整個計劃 那個好處呢 就是 是食物 不是現金 那如果它是來到我們那裏 它都是證明到它是有這個需要 就算它符不符合到1、2、3、4 我們都給它 那如果是1、2、3、4 我們主力出去找它 1、2、3、4是無需證明的 1、2、3、4是無需證明的 不是 不是 是無需證明的意思 就是說 我如果它們是覺得 它們是有需要的話呢 我們就不會這麼深入去到調查它 局長 局長要呈現局長 剛才大家的理解呢 那個6是分開兩類的 一呢 就是講需求 不理你是不是1、2、3、4 你有需求我就給你 跟著第二類呢 你符合1、2、3、4我就給你 無需證明我的需求 因為我是五毛、七毛、十毛 你就是基於那個 你一次深信我就給 那時候是這麼說的 是 就無需證明我的食物是否需求 是 所以我剛才就看到一個問題就是 譬如我1、4口 我另外那三個電錶沒有名的 按你延遲這個條件 我是符合的 除非你又改變那個準則而已 1、2、3、4你是 我是符合下面的1、2、3、4 是無需證明的 剛才的說法是 或者我講一句 下面那裏 1、2、3、4我們這樣 就是解釋那些所謂幾毛人士那裏 是怎樣來的 就是解釋幾毛人士怎樣來的 然後跟著呢 如果你剛才說 他個人的名有個電錶 其他三個沒有 是個家庭來的 家庭來說已經是受惠了 已經受了惠的話 就無需要再拿 所以我覺得你的政策要清楚講明 這個我們不會跟機構不很清楚 如果你要清楚講明 就是那個獨立電錶 那個以家庭為單位 但是有些兩宿宅的 就是住天堂屋那些 是吧 有些是有親戚關係 這種情況要斟著實際的情況 看看需要在哪裏 我想要定清楚些 還有平州那個問題 平州那些是否一定 平州可以拿到食物 不用搭船出來 港島下的食物 主席要看下 下錶那個機構 在平州又沒有個單位 但是我剛才都講過 就是如果平州是有機構 是跟這個 頭賭錶的機構 是有個協助呢 那麼平州都可以有的 主席要補充 如果有需要 我們可以把食物送去平州 那些老人家不用走出來 最重要要做了基本的工作 或者甚至乎外展 那些社工隊外展之後 做很多工夫 我們就送去給那些 因為我們希望靈活幫得到那些人 另外剛才我提過的那些鄉村或者那些寮屋 如果你要界定清楚 那個地位是等同天堂 或者是那些板間房 如果不是到時候就會混亂 希望你到時候要確定 直接我想補充一點 局長麻煩你 不是跟那些機構說 機構我想清楚的 是跟傳媒說 即是說那十五八五那些 文件要清楚 文件是有些灰色地帶 譚耀宗議 第二就是剛才處長提 可不可以幫那些機構 如果它必須到 真是平州 connect不到的 寫著要幫它上 謝謝你 好 謝謝